我的战役绕着报道飞 少来故乡的思念 轻声换你归 解放军八号晚间再度对台军演 并在九号发布三分多钟影片 呈现出战机战舰绕岛 更拍下中央山脉日月潭台北101画面 宣誓意味相当浓厚 台海情势紧张 美国智库战略研究中心也做出最新兵推 华府智库兵推显示 如果解放军在2026年犯台 将难以取得胜利 且现代化的海军也将全军覆没 但美日台也只能取得产胜 根据CSIS提出的兵推结构 结果来看这一战将会两败俱伤 光开打三周 美国就会有数千美军阵亡 两艘航舰葬身太平洋 全球地位将会重闯 与美军同盟的日本自卫队 也将损失预一百架战机 以及二十六艘战舰 而解放军也会折损上万人 数万人沦为战俘 恐怕也损失一百五十五架战机 一百三十八艘大型船舰 解放军海军将溃步成军 至于台湾军队将造成三千五百人死伤 海军现役二十二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 全遭集成 报告更指出 乌克兰模式无法复制在台湾 因为一旦台湾遭解放军攻击 任何部队及物资都无法进入台湾 为防台湾有事 日本智库防卫研究所也做出兵推 自民党副总裁麻省太郎更强调 要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战略能力 日本智库分析 当台湾有事时 解放军为拒止日本自卫队介入 可能采取两种先发制人模式 包括摧毁流球群岛周边的美军机场与港口 军机军舰无法支援台湾 或是直接夺取流球群岛 阻断美日军援 而美日安保条约也纳入保护日本人造卫星 显示未来战略可能从陆海空站 延伸到太空站 记者力进报导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